它綁的是有一個弧度 可是它這個是 整個這裡是扁的 直接上來的 然後這裡又扁 所以它的臉就好像往內 好 所以通常這樣的人 頭髮又多 一定要分區綁 因為分區你才能分散掉你的頭型 把所有的頭髮的線條 都往上 對啊 為什麼它這樣頭型就很好看 因為線條往上拉 就會把它方的東西變包起來 弧度包起來 所以那個角就會不見 因為我們剛剛把它這前面 先包起來 先拿起來的原因是因為 這裡要幫它做一個弧度 所以 前面是噴水池流 你看 它 這樣子 側面 因為它剛剛是滷了起的 滑下來 但我現在要幫它做膨起來 它是反過來的 對 所以好 留這一戳要有關鍵 因為大家以為留這一戳 是這樣小小戳的 不對 我是留這麼大片 這麼寬... 好大片 對 很大一片 還滿大一戳的 為什麼呢 因為通常這種頭型 它往前滑的人 如果你要做它的這個膨度 你只這樣一小腳 旁邊會接不起來 所以你一定要佔滿 你整個的三分之二 半碗飯的量 然後我就在它的表面 先抓髮蠟 把它抓蠟 我覺得好妙喔 好可愛喔 對啊 而且瞬間覺得它的髮色 不均勻 變得也是很時尚 這樣感覺好像十八未滿 十八未滿 你看它這樣臉型 它整個就會不一樣 然後現在我要幫它做一件事情 只有它可以做的 側面... 我要幫它上卷 它前面好像幫它帶了一個 髮片一樣有沒有 就變成這邊頭髮變好 看起來很多 比如說像它剛剛那麼貼對不對 好Q 還是妳在大學 它很適合 可是我很適合 這麼Q 很適合 妳有感覺 真的 你看它超適合的 真的好可愛 這種捲捲的馬尾 果然只有小Call能駕馭 看起來還有一點搖滾個性 又不是原來可愛的本性